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阿嘎TV 我是阿嘎 今天一連串的呢 我們要來解決大家的一些問題 那今天要解決的問題就是 包含兩個層面 第一個層面是 觀看者會想說 為什麼會有影片廣告這東西 那第二個層面是 影片發布的 也就是所謂的創作者 YouTuber 會想說 我今天開不開引力呢 就是會不會影響到我的收益 那如果我不開引力的話 會不會錢被Google所賺走 那今天我們就是要來討論這兩件事情 首先第一點我們要探討的是 為什麼影片中會有那種可略過式廣告 甚至是說 10秒鐘的廣告你一定要看完 不可以略過 那必須要說 會有這東西 是因為創作者開啟了所謂的引力 那什麼叫引力 就是 他會透過影片中的廣告 就是那一段小小的廣告 來賺取一些錢 那 假如說今天你想要支持這位創作者的話 然後你沒有實質上的這個 金額的贊助 那你可以把這個就是 廣告所看完 他就可以獲得非常非常少的一點錢 那俗話說 積少成多 就是大家如果都去看這個廣告的話 那個創作者就是可以拿到一筆 就是 可觀的金額啦 那這個人數呢 其實都還蠻透明的 就是多少人看可以拿到多少廣告 相信很多YouTuber都有講過 很透明的這邊就不再多講了 那這就是為什麼影片中會有廣告的解釋 就是說 創作者開啟引力這個東西 那他開啟引力 所以才會有這個廣告 哼 這樣講夠白話了吧 第二點 創作者如果不開引力 錢會被Google 或者是YouTube 其中一個轉軸嗎 這邊真的是要 再三的跟大家講 不會 絕對不會有這種事情 很多 就是比較大開YouTuber 都會在影片中說 引力要打開喔 不然就是 會被Google轉軸 我之前看到好像有一個YouTuber 是這樣講的啦 可是 其實這說法是錯誤的 你不開引力 錢絕對不會被Google所賺走 怎麼說呢 為什麼引力會有錢 就是所謂的 影片中有廣告 有廣告才有錢 那基本上你今天不開引力 影片中絕對不會有廣告 也就是說你不開引力的話 一方面也是為了 觀看者所想 就是 他們可以獲得一個 比較純淨的觀看空間 不會有所謂的廣告所羈絆出 就是讓他們看得不爽 看到了不然就突然跳廣告出來 就會很不爽什麼的 就不會有這個問題發生了 那 為什麼 不會有廣告呢 就是因為其實你在開啟引力的時候 他同時有要你同意一些 這個廣告商的條款 那假如說你今天不同意的話 他們也無權把他的廣告置物 在你的影片之中 所以說 今天你的影片中沒有廣告的話 那 基本上就不會有所謂的錢被 就是抽走的問題 其實政經來講 你開引力之後 錢才會被Google抽取一部分 怎麼說 今天你開引力 廣告商給你100%的金額 那Google可能會抽取40% 這個在你的引力 報表都可以看到 Google會抽取一部分的錢 當作 我也不知道怎麼講這個金額 反正就是如果你今天真的開了引力這東西的話 錢才是真的會被Google所抽走一部分 但就是你要賺 他也要賺 所以說 如果真的要開引力的話 你就是要想到這部分 他也會賺 可是你也可以賺到一部分的金額 那如果你不開的話 同時也是給 你的影片觀看者嘛 就是你的小粉絲們 就是一個純金的觀看空間 不會有廣告這種東西 讓他們不太爽就是了 那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為 這個 大家的疑問 所做出的一個解答 不知道大家還有什麼問題呢 我們都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訴我們 我是阿卡 我們在下支影片中再見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記得點個讚跟訂閱我喔 掰掰